我们来看圣灵奉猜的使命 他的使命我们的主耶稣有很详细的介绍 第一,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 我们刚才已经念了 那就是来座是来座宝慧寺 这个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因为我们说 这一个工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老师、医师、律师什么事都无法来代替的 所以它就另外起了这个名字 具体这个宝慧寺做什么工作 我们需要从耶稣的话里面来有更清楚的认识 所以第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但我要重复那里猜讨会实来 就是重复出来圣灵的圣灵 它来了就要为我做现实 现在圣灵的圣灵的圣灵是为主做见证 圣灵的使命它是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十六章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今天很多人以为圣灵的时代 圣灵重新讲话 离开了圣经 离开了耶稣 在这一节圣经其实说得很清楚 圣灵来做宝慧师 不是自说自话 祂是把什么 授予耶稣的来告诉我 今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 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就是要荣耀耶稣 祂要荣耀我 这些都是耶稣自己说的话 圣灵 今日的目标 是要荣耀耶稣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 祂没有什么其他的话 祂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 并祂定时之架 这一个救我们的那种 所以我相信今天圣灵的工作 它不会超越了这个圣经的范围 今天有些人他要离开圣经 说现在圣灵 重新自己给我们有新的话 过去的这些圣经已经过时 我们说这绝对是一个错误 如果说坚持的话 可以发展成为一种 当然我们现在并不这么称这些 但是我们应该是 只要含着 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它是宝会使 它不是来另立新约 新新约我们说更新的一个约 没有再来立约 它也没有来开启另外一个时代 它是来做成耶稣基督 所开创的这一个恩典的时代 所以我们说它要传的 就是它要把从耶稣那里得到的 传给我 也就是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关于救恩的这些信息 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它让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圣灵 宝会师的工作之下 先知的工作 我们把它叫做就是讲道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讲道先知总是跟讲道两个字连在一起 做先知讲道 做先知讲道 而不是说要讲一些新的预言 新的内容 什么叫讲道 讲道就是讲解圣经 今天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讲自己 而是要传讲主耶稣基督 其实这些圣经已经够明显 很清楚 问题是今天的人自我中心太强 以至于今天总是不会把这些话 认真的放到心里面去 当有些人有这一类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还不会觉得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神的话 没有很认真的放在心里面 反复思想来对照 来参考 来认识 今天圣灵他是来做宝贵师 宝贵师做什么工作 今天不是由我们来下定书 由耶稣基督 自己向我们做解释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 他今天的目标应该就是要荣耀耶稣 要来传的那就是耶稣的话 第二章第四 遗布所书第二章 第十八集 我们一起来念 因为我们的领和下 接着他每一个圣灵说他 得灵进到附近面前 对 今天他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圣灵 宝贵师的工作 是要施行救恩 把人引到父的面前 这是今天我们说圣灵要做的 这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看第五 还是一部手书 第二章 我们念第六到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一同来念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与基督佛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持的恩赐 先领给后来的时代看 你们的旧事 顿无恩 也应该信 这并不是处于自己 还是神所持的 我想我们是讲错了一个地方 应该是《菲利比书》第二章 我们再看《菲利比书》第二章 《菲利比书》第二章 我们念第六到第八节 我是借用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是描写 我们的主耶稣在奉差 降生为人 做成救恩 我们的主耶稣也奉差过 当然我们说这个奉差 也是奉了独一真神之差 是三位一体的神 共同做的决定 共同的差派 真往下圣灵也是这样 虽然是耶稣说我要求父 实际上那是三位真神 共同的差派 耶稣的差派来到世界 做人 做成救恩 圣灵的差派是来到世界 做宝贵师 私行救恩 成全这个救恩 为什么我要念这段圣经 今天圣灵 他到底怎样 在圣经里面没有写 我们说因为他是宝贵师 他的工作是要彰显耶稣的教宝 是要荣耀耶稣 高举耶稣 所以他没有写自己 没有说自己 但是我相信 耶稣在师的时候 奉差时候的态度 跟圣灵奉差的态度 应该怎么样 我相信是一样 虽然这一点圣经没有说 但是我是提出来 给大家可以参考 可以实际 我相信今天圣灵 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像第六节那么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 反倒虚击 虽然他没有取了奴仆的形象 但是他却虚击 来做宝贵师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 从这些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圣灵必然会有的态度 听到跟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思造的时候的 那一个虚极 谦卑 顺服的态度 是一样的 耶稣 他也是上一阵神中的一位 他本来就可以 随自己的一事行事 他没有必要去顺服神 但是他却顺服 他尊重自己 奉差 做人 这样一个地位 圣灵我相信也是这样 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事 但是他今天是来做宝贵师 宝贵师的责任 荣耀耶稣 传耶稣 所传的话 要做成的是那一个救恩 把人通过救恩 迎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相信 宝贵师圣灵今天 也是跟耶稣当初在思的时候 会是一样的一个态度 那这是我在这里 我们说圣子 是耶稣 耶稣 奉差时的态度 相信 也是 也可以 做圣灵 奉差时的态度的写照 不高抬自治 所以今天有些人 硬要高抬圣灵 我们不敢说圣灵不配 我们不是说圣灵不配 不可以 但是我们相信 圣灵本身 不会愿意如此 就像耶稣在思的时候 他总是不愿意暴露自己 是神的儿子 不愿意接受人 直接向他敬拜 我们说 这一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 他会做一个静止的 宝贵师的工作 这个是我想 我们对于圣灵 做宝贵师 他在这个奉差 他的使命 这一方面 我们来看圣灵奉差的情况 第一是奉圣灵奉差的使命 第二 我们来看圣灵奉差的情况 首先 我们要知道现在圣灵奉差的情况 我们首先就要知道 在旧约时代 为奉差做宝贵师 在那时候是怎样 其实这个我刚才已经 给弟兄姊妹指出来过了 所以说第一 我们看创世纪 第六章 第三节 我们看创世纪 第六章 第三节 我们 一同来念 圣灵奉差的 圣灵并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 有没有圣灵的工作 有的 但是只是断断续续的 有一些工作 而不是永远 所以在这里 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 他不是 常住 在人 不是常住的 只是临时来一下 不是常住的 长期住 第二 他该数 第二章 第五节 他该数 我们一同来看 我们一同来念 这是找着你们出埃及 我会为你们立约的话 那时我的灵 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去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圣灵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但是并不是在以色列人 个别的人的心里 不同的 他只在 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我们说并不是里面 下面第三 我们看民宿记 十一章 十七节 那是在救援的时代 圣灵工作的一些原则 我们来看民宿记 十一章 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要在那里 将领 与你说话 也要把将与你身上的灵 分射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社 管百姓的重任 原得以独自担当 圣灵原来在摩西的身上工作 因为他工作太多 所以另外就选了一些人 来帮他做 而这些人因此 也就有圣灵 临到分到这些人的身上 我们说这是一些 抓门当时因着工作需要 才有圣灵临到他们身上 一般的百姓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是可以说按工作需要 按工作需要 这样在 做工的 人身上 当时这做工的人身上 范围也是很广 先知说预言 那是一个工作 管理百姓的这一些 这个选出来的展老和摩西 也是一种工作 我们知道在造会墨的时候 那一个建造会墨的 这个几个人 那个工匠 他们也是有圣灵 降在他们身上 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 而降下来的 按工作需要 降在做工的人身上 正因为这样我们说 当耶稣要离世的时候 耶稣知道圣灵这样的工作 在新约的时代将成功 今天从这样的一个比较 我们就可以发现 圣灵做我们的宝贵师 那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 你不要以为那只是新约的时代 是新的一个工作法则 这个工作法则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在这个新约时代里面 圣灵做了我们的宝贵师 我们说他工作的内容 带给我们的 跟在旧约里面 已经是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说我们是蒙了更大的主 所以第二 我们来看新约时代 新约时代 圣灵 奉猜 赵宝会 为什么又要奉猜 为什么要用宝贵师 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们说我们来看 这个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罗马书第八章 第九节 罗马书 第八章 第九节 早到了我们一同来见 如果神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须肉体 也爱出圣灵吧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今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是属主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 而这个圣灵 真是我们从重生的 那一个概念里面 也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重生 耶稣说 从灵生的就是灵 就说明今天我们得到重生 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 是从圣灵而生 我们里面有圣灵去住 这个圣灵奉猜作法会是首先就是住在每个信徒心里 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叫做圣灵的内住 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一般我们就起这个内住 就是说住在里面 过去圣灵在以色列灵中间 它是在以色列灵的中间 就是说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有圣灵的同在 但是没有说任何一个个人 他有圣灵的同在 但今天我们不是说 当然圣灵在教会中间 但是更要紧的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圣灵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再需要那个旧约先知师的那种人物 过去因为我们说在神和百姓的中间 百姓没有圣灵 所以需要有些先知来传达神的话 神的话只能到这些先知转告那些百姓 而今天呢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心里面都有圣灵内住 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进到父神的面 我们不再需要在中间 有一个先知师的人物 来站在中间坐船 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也是我们要记住 当我们讲道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有那一种口气 神告诉我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说有的人带这样的口气 就是自己觉得他是怎么样 站在神和弟兄姊妹中间 我是什么 虽然不敢说是中宝 至少是什么 中间人 对不对 今天是神告诉我的 你们是怎样的 神告诉我的 你们会怎样的 今天我们 有人他敢这么说 我想我们不要这么说 因为今天我们说 为什么神不直接跟这些百姓说话 我们说旧元不跟百姓说话 但是现在我们里面有圣灵 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能够从神得到话 那为什么还需要讲道 讲道只是一些提醒 是不是啊 你去看《格林多前书十四章》 做先知讲道是为了什么 造就人 劝勉人 安慰人 我们说是做一个彼此提醒 而并不是好像说 你们不知道的 神是告诉我 来转告你们 没有这么一回事 现在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了 我们不需要再有人来站在神和我们之间 第二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刚才我们有念过 我们再念一下 这一节圣经里面 还是有一个意思 因为我们要注意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六节 我要求父父就为赐给你们一位好卫士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们看见 永远与你们同在 在这地方有一个永远 那是什么 那就是永不离去 今天我们就是失败 我们软弱 是不是圣灵就离去啊 我们都知道圣灵不是离去 他是在我们里面怎么样 为我们怎么样 担忧 他不会离去 这是今天耶稣求父 第三 罗马书 《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八节 阿弥险 《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八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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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人心裡工作時的對象 首先是自己 所以今天我們講到我們應該常常記得 我們是和弟兄姊妹彼此努力 彼此提醒 絕對不是今天只是聖靈會告訴我 不告訴你 應該聖靈是同樣的平等 我們相信恩是會有大雄 五千兩 二千兩 一千兩 但是我們相信神的恩典是同樣的多 每個人都是一定的意思 今天我們每個人可以自己追求 有的時候確實免不了你有你的一些看見 我有我的一些看見 我們彼此勉勵就可以一同得到造就 一同得到幫助 這是今天我們工作的一個原則 今天我們每一個侍奉神的人 所以我們更應當謙卑在神的面前 神給我們看見多的 我們就應該怎麼樣 更多的來服侍我們的弟兄姊妹 而不是因為我看見的多了 我就是站在神和弟兄姊妹的中間 那我們沒有這樣的地位 這也是新約時代聖靈奉差和往徽師的情形 這是指聖靈奉差的情況 我們繼續指定爭靈奉差點 這個臉居是任何cussion